有很多人跟我說 惠惠, 你很厲害 你可以完成北極馬拉松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值得誇獎 因為只要有恆心 我相信你都可以做到 在比賽過程中 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做到最好 但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 相信以前的我一定不能完成這個任務 因為以前的我是一個比較沒有責任心 和自私的人 而令我改變的就是因為他們 從小到大, 我都很喜歡小動物 但家裡的動物全部都是來自街上 就是說, 牠們都是被人遺棄的 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和責任 可以帶給牠們更好的生活 但到頭來, 帶給牠們更好生活的 就是我的家人 以前每當我回家的時候 都有一群小狗會走出來圍著我轉圈 牠們很想我跟牠玩 但每一天牠們都會失望 因為我在街上已經玩得很累 回到家裡根本不想跟牠們玩 有一天, 我回到家裡 發現其中一隻小狗病得很重 我就帶牠去看手衣 去到手衣那裡, 手衣跟我說 牠已經摸救了 唯一的選擇是跟牠打枝針 被牠安樂死 當時的我只可以接受這個選擇 牠就是這樣在我的懷中 停止呼吸, 停止心跳 我一輩子第一次接觸死亡 就是這一次 之後我很不開心, 而且很後悔 為什麼牠在生的時候 我不跟牠玩多一點, 不對牠好一點 但現在一切都已經回不了頭了 人的一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但寵物就只有牠的主人 是牠最好的朋友 希望大家在養寵物之前 都可以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可以負擔起一個這麼大的責任 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生離死別之後 我學懂了珍惜和負責任 我不僅會對我的寵物、家人 和朋友負責任 我更加會對我的工作負責任 在北極跑到第八圈的時候 因為體溫過低和凍傷 令我很想放棄 但是當我在補給站休息一會 體溫回升之後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完成這個比賽 因為雖然這次是我第一次在北極跑馬拉松 但相信也會是我最後一次 為了不讓自己會後悔和遺憾 所以我選擇堅持完成比賽 希望大家在你們的人生馬拉松裡面 也可以盡量做少一點令自己後悔的事 在鼓勵到你 我忘了說 為了解 非常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會做你的 好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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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